国际消息沙鲁地阿拉伯的卖家发生了惨剧 当地时间11号晚上竟然发生了重大意外 当时有辆起重机一次是因为天后不佳 砸向了清真寺 而当时四年有相当多的信众正在准备朝圣 所以死伤非常重重 已经知道有100连群人死亡 230人受伤 碰的一声哄然巨响 民众被吓得四处逃窜 第一时间根本就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这起发生在沙鲁地阿拉伯当地时间11号的恐怖意外 一次是因为气候不佳下起暴风雨 其重机因此倒向旁边的清真寺 将寺庙屋顶砸破一个大洞 圣城迈迦伊斯兰信徒最神圣的地方 每年都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由于一年一度的卖家朝圣即将展开 当时寺内挤满前程参拜的穆斯林 突如其来的横祸让许多人根本躲避不及 当场被砸个正着 触目惊心死伤惨重的画面让人看了实在好害怕 只不过是在室内潜心祈祷就遭此劫难 让朝圣殿堂变成人间炼狱 国会中心蔡山脸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梁文账